所以变成有一种困境 要吃也不行 不吃也不行 有一个妈妈她没有奶 她给小孩吃牛奶 看她说牛奶有很多很多问题 她就不敢喂 结果小孩子营养不良住院 住到家务病房 发生这种事 吃了也不行 不追会死 我们现在的人 处的就是这样的事态 很可怜 本来吃食物 就是众生机构的一种福报 基本的一种生理的一种需求 就是应该要吃 可是我们吃每一样东西 都有很多的担忧 很多的疑虑 有 有的问题 有的问题 研发 研发的问题 牛奶 蔬菜 水果 肉 鱼 都有的 都有问题 怎么办 大家想办法 想办法改变它 你说做得到吗 很难 很难 难还是要做 所以我现在在做这个事 在第四次课的时候 我会讲得更多 我现在就是非常努力的 在做这个事 我希望大家一起觉醒 改变这样的一个现况 地球 具科学家的分析研究所已经走过灵界点了 要逆转已经没办法 我们把它破坏到要逆转已经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吗 用佛法看看 大家一起用佛法 佛教徒用佛法 谁让宗教徒一起用 没有学佛的人一起用佛法 用强大的心力跟行动力 看能不能再把他救回来 否则船要沉 要沉也希望他沉得慢一点 对不对 用佛法去看看 尽量让他要去撞冰山 速度也慢一点 我们佛教徒不只是在课堂上 在佛堂 在禅堂上学佛 而是要把佛法用在生命中 用在生活上的每一个层面 这才是真正的学佛 所以我讲要逝经 我也要讲这个 因为这个也是要逝法门的一部分 要逝佛就是要创造 现世的福乐为主啊 不是吗 虽然也照顾过去 照顾未来 不是照顾过去 过去是应有啦 过去是夜报 这一辈子带着 钥匙法门可以帮忙 也照顾我们的究竟解脱了 但是这一世最重要 那我们现在生存的 根本依据着这颗地球 我们要去照顾它 这个就是钥匙法门的重点之一 所以刚刚给大家吃这个香蕉 不管你吃的熟度甜度如何 但是它绝对是安全无毒 营养丰富 这种东西 希望去创造更多的这样的食物 给大家吃得到 也希望有很多人去生产这样的食物 其实恨死人的原因是无量无数 说不完的 譬如说现在很多飞机市市场车祸 食安问题也是 还有什么多的不得了 但是即便是在受这种恨死的灾难 或是接近死亡这样的一种亨难中 自己的心境会让你所承受的苦难 有很大的差异 诸位普赛可能都知道台湾有一个人 叫做邵小林 对不对 她是过去台中市长胡先生 胡志强先生的夫人 她得过一只大车祸 几乎死 她本来是一个很美的美人 她以前都是当蛋脚 演戏都是当主角 非常美 气质非常好 她得了那个车祸以后 她是整个会柔掉 而且她一只手是截肢 她的左手截肢 另外一只手也变形 而且她整个身体是弯的 她的整个脊椎是弯的 就是整个人就是不成人形 她住家父病房住了很久 后来就是很多人替她祈祷 然后替她祝福 不管哪一个宗教的人 都很多人替她这样子祈祷 后来就是很幸运她活过来了 有人还说她可能得了老人痴呆 不是老人痴呆 变成就是智障 有点智障 可是我们发现她那个语言 虽然神经受损过 她现在是头脑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而且表达能力非常好 这个人反而是因为那样子的 一个大车祸毁容以后 她整个对过去的那种美的执着 完全摆下 不再执着美丑这样的事情 把这样子的一种执着放下以后 她整个人不一样 曾经她有一次去丰园 去一个庙 那有民众很热情 看到她来就跟她握手 不知道她是说一支 她的手是假的 就用手大力地这样摇动 抖动她 握手以后就是用力过猛 结果当场她的手就掉到地上去 这个人就是非常不好意思 非常的难过 怎么把人家的手扯断了 这么难堪 就是 但这个现场的场面就是很不好 结果她说 对不起我把你吓到了 这是很小的事情 没有关系的 你不要难过 没有事的 她就这样安慰她 她当场就是这样子安慰 她不会很生气说 这个人把我的手扯掉 她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这样子温和和颜悦舍的这样子 安慰她 安抚她 这个就是功夫 这就是慈悲 是不是 就是一个人 真的自我的中心化 化得很淡 放得很淡薄 才能够做到 她说她放掉 一切执着以后 整个心就像三合大地 那么样子的稳定 那么样子的开阔舒畅 她这样讲 从这个角度来看 大灾难也不是什么坏事嘛 对不对 大灾难是一种逆争上缘 刺激我们 让我们逼走边策的我们 去提升自己 去去除我们的一些 贪嗔痴慢疑 这些恶邪 不是吗 所以像邵小林这样子的一种 大车祸的例子 使得她整个大躍进 超越她自己过去的一种 心境一种水准水平 所以她说她非常感恩 那一次的车祸 如果没有这样的车祸 她的心境不会是那么开阔 她那个智慧跟慈悲 不会出来 所以我们人间虽然苦难 坏事很多 可是如果我们的人性能够提升 不断地提升 人间反而是一个炼金场 把一些砸铁 废铁炼成金刚宝剑 的炼金场 对不对 是这样子 所以人间虽然很苦 很多的人还是要发愿生生死死 投生在这个苦难的人间 一方面度化众生 一方面淬炼她自己 包括像殷舍老法师 像圣爷恩师父 他们都是这种人 那我们可以学吗 可以学 对 可以学习 即便你说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很好 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个大圣法门 在那边修行以后还是要度众生 是不是 你如果没有大圣的非怨心 以极乐世界的法门来说 不得射手 是不是 那也有人是发愿生生世世 或者是至少还要来好几次 要弘扬弥陀净土法门 他觉得净土法门西方极乐太好了 所以他要赶快再来告诉人 投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种人也很了不起 他也是一个大菩萨 好 我们再说 即使是横难 但是我们的心境 如果不觉得他是横 他是难 他可以是一个功德 可以是一个宝 可以是一个大增上缘 就是要看自己的心是怎么转 好 我们再说 我们刚刚有一个是被恶寿所淡这样的事情 我想跟大家介绍 也许你们有人也知道这样一个女孩 是一个法国女孩叫Tipi 对不对 Tipi Tipi 还是什么 他中文怎么翻译的 Tipi 他现在已经二十几岁了 长大了 这个法国女孩 他跟着他父母在非洲 生在非洲的一个小女孩 他在很小的时候 他就是可以跟豹 跟老虎 跟狮子 跟大象 都做朋友 任何的野生动物 都是他的好朋友 他有一些花册 有些去台湾的书可以看得到 他骑在鸵鸟的背上 或是骑在大象的背上 就是非常快乐 而且大象生气的时候 他还能够行苦 有的大象那么大公相 发大脾气 他就站在他面前 围在他面前 他就能够把他心护下来 他就有这个功夫 他也可以踩在鱷鱼的脚上 还有可以握舌 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没有恶意 他就是把他们当朋友 他完全没有恶意 那他们就自然的 就是把他当朋友 他可以跟到处跑 即便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女孩 他就是做得到 这个小女孩也使我想起 就是很多中国或是西藏 印度的一些大修行大师 他们在深山 在旷野修行的时候 有的是养老虎作为侍者 又是猴子去采水果来给他们吃 就是广青老和尚也发生过这样的事 广青老和尚他入定 初定以后肚子非常饿 没有东西吃 他看到猴子剩了一些野果子 觉得猴子可以吃我也可以吃 他就吃 那猴子看到他吃 后来竟然采野果给他吃 因为这种事 就是因为你没有恶意 你对他是很善意的 他们自然就能够跟你变成朋友 就是毒蛇 也不一定都会伤人的 在台南有个八点绿色的容装 那是师父的皈依弟子 他说有一次 有一条眼镜蛇 就是抬头好像要攻击他 他就骂他说你干嘛 结果这句话一讲出去 他马上就投低下去就走了 你相信吗 你不相信 那我再讲一次给你 我这么不深度 有一次他们家旁边有那个小水池 那个小水池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了一条水蛇就住在里面 十天都不走 人靠太近 他就会做事要吓人 要伤人的样子 就是要攻击人 那有一天晚上 他就去跟他讲说 你在这里会吓到人 你再不搬走 你再不搬家不离开 我明天就找消防队来给你抓走 你如果你自己走 你的命运你自己决定 可是消防队把你抓走 那你的命运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他就这样跟他讲 隔天早上去看看 他走了 不见了 就是陈佩云 他就能够跟蛇沟通 他说其实蛇是非常灵敏的 非常有灵性的生物 他们也怕人 他也知道 他会吓到人 他也怕我们去伤害他 他有三块地 刚开始的时候就看到蛇 可是后来都没有看过 所以他们就会自从避开 另外有一个罗杰 罗先生他在台东 他也很怕蛇 他刚开始在生理工作的时候 常常被蛇吓到 有时候在工作突然树上掉下一条蛇 在他旁边吓死了 那有一次有一条蛇 他看到他就跟他说 我来的时候你不要来 我不来的时候你才来 或者你到别的地方去 你在这里会吓到我 你吓我我吓你都不好 三个月以后 那条蛇又出现了 他就又骂了 你以为我好惹啊 你再出现我就对你不客气 就怎么样就这样骂他们 后来那条蛇就没有看过 而且他的园子就没有再看过蛇 路上啊 别人的园子啊 就常常会看到蛇 另外有一个也是台东的菩萨 他第一次去除草的时候 砍死了几条蛇 自己也受伤啊 生物都被砍死一大片 那个草很高嘛 就是一直砍死了 他心里很难过 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 他每次要除草之前 前两天就去宣布 我两天以后就要砍草了 你们要赶快搬家哦 听得懂的要告诉听不懂的哦 后来他就没有再砍死蛇啊 只鸡啊什么动物啦 他每一次就这样宣布 很有效哦 有个小孩子跟他妈妈去加州 一个Bob的农场 他踩掉踩到一条蛇 那条蛇被他踩了以后就瞪着脸 瞪着脸这样抬头看他 那他的主人就赶快来安慰他 没关系啦怎么样没关系啊就这样 他也没有咬他耶 还有台东有一个欧巴桑 他七八十岁了 有养猪他有一天去割猪草 猪草就是番薯藤他要喂猪 他那个眼睛看不到 因为眼皮就很重 就把他的眼睛整个几乎都盖住了 他番薯藤很多 就拿一条抽一条番薯藤 把它捆在一起啊 把那个番薯藤捆回去 把这个绳子解开 拿那个菜颠嘛 要把那个坨要把那个番薯藤剁细 结果发现他那条绳子怎么一直动一直动啊 很奇怪 他就把那个眼皮这样搬上来 相信一看 哎呦一条青蛇耶 绿色的蛇啦 他把他当绳子捆回来 把他当番薯藤捆起来 番薯藤就捆回来 他也没咬他 他这样抱回来根本没咬他耶 哎他就把他放走那条蛇就看看他蹬蹬他就走啦 所以蛇其实不一定都那么凶 他也没有恶意啊对不对 他也知道啊 他就这样被人家当生子绑 他也没有什么要回报 有什么样子的一种诚信出来 其实蛇的故事我知道的太多 我在台东看到很多蛇 我们那个餐厅啊 常常很多的小蛇 在天外板上看着我们吃饭 去上厕所也好多小蛇 都是衣闪结 衣闪结 小小的 很小 动作又慢又但小 边走边回头看你有没有追过来 很可爱 真的蛇你看多了就知道他们的习性没有那么可怕 但是还是很危险啊 很危险 还是要防范 只是说我们对他们理解应该要多一点 他不一定那么恶 你知道他们的习性就好 ok 而且被毒蛇咬被恶手吃 也是有他的因果啦 一般你没有种那个因 也得不到这种果 说实在的 以因果来讲是这样子的 好我们再往下走 我们再看临命中的时候 要释放的你是不是可以加持护佣 这个临命中的众生 这有一些经文 我抄下来的 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些众生为种种患之所困恶 常病雷兽不能饮食 喉唇干燥 建筑方案死相现前 有些人要死之前就会觉得整个房间是暗暗的 那父母亲属朋友知识 有一些师长或是一些善知识 在旁边替气围绕 他看到他自己的身体卧在那个地方 他的神是可以看到他自己 那时候已经几乎就是要走了 已经是神是脱离 这个时候他看到研磨使就是所谓的什么王 研罗王 一般中国人说的研罗王 来引他的 有的一般民间说是连环 对不对 佛教说是神是 去到研磨法王的前面 在佛教法王有三种 一种是指佛 一种是指一些大修行者 那研磨为什么会是把他称为法王 因为在地狱中他最大 生死的关键上他是法 而且他是好像是执法的人 他是论断罪福的判决者 所以把他称为法王 然后燃猪有情有据生神随其所作 若罪若福皆据疏之 尽持受与研磨法王 而时彼王推问其人计算所作 随其罪福而处断之 这是钥匙经所说的一段话 我们再往下看 使彼病人亲属之事 若能未必归一世尊 要失流离光如来 请诸众生转读此经 燃七层之灯 玄武色续命神藩 或有是处 彼是得还 如在梦中明了自见 或今七日或二十一日 或三十五日或四十九日 彼是还时如从梦觉 皆自益之善不善所得果报 由自正见业果报故 乃至命难 亦不造作诸恶之业 这个三个slide 我把它全部念完 四个slide 这一段经文是随俗的一种说法 以佛教的观念 人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投胎转世 是他的夜报的牵引 并没有一个阎魔王 阎罗王来替你审判 怕若你应该去人间 去地狱 去轨道 去天上 没有这样的人 但是在一般的观念中 有些人根深蒂固的 有这样子的思想 所以这段经文是一种随俗之说 就是一般的观念的一种引用 这里有说到 耶路王王就是一般的这样的想法 好像他会帮你有一个生死部 帮你嫉妒 帮你一生的一些罪服 你做了功德 你做了坏事 做一个了断 算清楚以后再发落你 这个是一般的说法 那这里又说到 这个病人呢 如果他自己能够修药师法门 念药师如来圣号 或者是念药师奏 当然很好 如果没有的话 他的亲属 他的平朋友 或者善知识 如果能够替他皈依 师尊药师流离光如来 或者是做一些供养 要是佛的事情 像燃灯 或选续命翻 还有请一些法师替他读经 或者是自己为他读经 也可以 其实自己为他读经 或者是自己儿女亲属 读经可能更恳切 感应力更强 也说不定 那这里讲 或有事处 鄙视得还 的意思是说 也许有这种可能 他的神势 还可以再回来 他可以再活过来 不一定会死 那这种状态是 他还没有真正死亡 才做得到 如果是真正死亡 他的神势 都已经脱离躯壳以后 可不可能 就不可能了 所以他这个时候可能是在一种悶觉状态中 好像有点像昏迷状态 或者是说 重病可是神事还清楚 病得很严重 但是他自己是 还没有真正死掉 他的八事 六事 七八事都还在身体内 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自己 他如果是说 在那样子一种闷觉状态中 做这样子的一个梦 好像原来我把他带去地狱里面 然后看到很多很多省据 很多很多的罪苦众生在那边受苦 那后来又好像是 要是否救了他回来了 像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经验过以后 他就不可能再做恶业 因为他亲自有这样子的经历 他知道我做恶就是会有很重的果报 这个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那同时也告诉我们 钥匙法门在这个时候 的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而且是非常的强 感应是非常快 我也曾经听说过 有一个人他得了脑瘤癌症 是发生在脑部 那个肿瘤到后来很臭很大 而且很痛 那有一个人去慰问去探访他 他就一直抱怨 一直的抱怨 你肚子的怨 那这个居士就告诉他说 你对我抱怨没有什么用 你不如去佛堂对要是否抱怨 也许他会帮你忙 他就听他的话 就去钥匙店 去对着要是否抱怨 我也没做什么坏事 为什么得了这个脑瘤 怎么痛 怎么臭 怎么苦 这叫做什么因果 我才不相信 反正就是一堆的牢骚 就这样讲讲讲 每天就去抱怨 一段时间以后发现 这个脑瘤不再痛 也不再流浓 流汤 也不再扩大 就不再干扰他 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 后来他觉得 这个要是否还不错 只是听他抱怨而已 就让他不会再痛 不会再流浓 他就发愿要往生 要是净土 就列要是否的神号 就求要是否能够接应他去要是净土 后来他在很安定很平静 没有什么痛苦的情话 就是往生了 这个居士有一段时间又去看他 听父事说他已经往生了 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就如此如此 大家想想看这个人 他也没有念要是中 也没有送要是经 也没有拜要是佛 只是对要是佛抱怨而已 竟然就得到这么样子的一种互用 要是佛好慈悲是不是 感应真坏 另外有一次 我在也是蜘蛛餐厅用餐 旁边有一个小姐 她吃晚饭就跑来跟我聊天 那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姐 大概看起来二十多岁 她跟我说 她出生在一个回教家庭 她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回教徒 有一段时间 她的妈妈得了一种气喘 就是像邓丽君那种气喘 很危险 那发作了很厉害 医生说大概一个月的寿命而已 没办法就会死了 她就想办法要救她的妈妈 她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儿 她就救母的心很欠 后来她打听到 她听说是送钥匙经有效 她每天就送钥匙经 至少早晚都送一遍 大概送了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以后 她做了一个梦 她看到有一个老人家 拿了一条鱼 一个大桶的水 她里面放着一条鱼 她要去放生 那那个池塘里面有很多的莲花 都开花了 很美 她就去跟那个伯父上说 伯父上你要放生意 到池塘里去 那个伯父上就指着 池塘里的莲花 说那个是要来帮忙 你妈妈呼吸的 你去闻闻看 她抽进那个莲花池去闻 哇好香喔 味道好好闻喔 那这个梦就没有了 她做了这个梦以后 她的妈妈的气喘病 大幅度的改善 几年过去以后也没死 本来医生宣布 不会超过一个月的寿命 结果就没死 她就是持续送经 持续送药师经 所以她觉得药师佛 实在太慈悲了 她有感应 这么样子就救了她的妈妈 她不敢告诉她父母 因为他们是回教徒 她偷偷的替她念经 她后来也就是 有时候会参加药师法会 还是每天这样子 就是替她妈妈送经 这个感应是她来告诉我的 是一个财松林的那个财 财小姐 所以药师法门真的 效用很强 药师佛非常地慈悲 我们要详细 那我自己也有一些感应 不过我的感应也不必讲了 所以我是非常地详细 像观音法门 药师法门 我是非常有感应的 好 经文再终 要再说到 很多人 学佛的人都希望来生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如果自己信心不够 如果你有修药师法门的话 药师佛会帮助你 文世尊药师流离光如来明好 灵命忠实有八大菩萨 这个八大菩萨会成空而来 帮你带路 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在莲花池中自然化生 八大菩萨就是文殊观音 大师之菩萨 五金银 宝坛华 要往药上弥勒菩萨 都会来帮修净土 要是西方弥陀净土法门的人带路 那有人就说 那我如果发愿要往生 要是净土能不能去得城 因为弥陀法门 我们知道会有弥陀佛 或者是观音四支菩萨来接引我们去 那药师经理说 修药师法门的人有八大菩萨 会来帮忙带去极乐世界 可是我不要去极乐世界啊 我想要去药师净土 我去不去得城 你们有没有在那里疑问 有这样的疑问 有没有人发这样的愿 至少我知道有一个南部的开证法师 他就是发愿要往生 要是净土的 他一辈子就是弘扬要是法门 到最后发愿往生要是净土 圣言师傅也去祝念过 那有没有去城 不知道 那是我们的能力所不能挤的 没有办法知道他去得没有 但是以一个常理来讲 如果药师佛会帮助西方净土行者往生的话 那有一些众生要来他自己的净土投胎 应该他会接受才讲 除非他不接受 除非他说我这个地方就不要众生来吗 我这个净土不接受你们 除非是这样 举例来讲 譬如说你到一个村庄去 你要到村长家 但是你不知道村长家住在哪里 你到一个大副长者的家去问 说村长住在哪里 我要去他家 那这个大副长者他非常好心 他说我派我的仆人带你去 把几个人帮你带路 或者很难走 可能会有狗咬 会有火鸡攻击你 或有什么迷路的事情 那帮你带去就安全地地达了 那如果你说 那我就待在你家 待几天好吗 他会不会说不行 我这里不能接受客人 他会不会这样讲 除非他真的有困难 或者像他这么慈悲的人 他会愿意接受才对 可是我们知道 要是净土他接受众生的 他是接受众生的 是不是 或者是说你在半路上 遇到这个长者 那你说我要去他家 你能不能带我去 他会不会拒绝 他会带你去村长家 那他会不会带你去 或请他的仆人带你去他家 应该是会啊 是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才说得通啊 虽然经典没有讲那么细啊 应该是能够得到 要是佛的慈悲射手而去的 要是净土是怎么一个情况 对方经典说 这个佛徒一向清净 很清净的一个净土 没有女人也没有男人 对不对 大家都是没有男女性别的差异 一无恶趣 没有三恶道 没有苦的阴生 这跟极乐世界一样 流离为地 尖绳借刀 成雀功德 宣窗罗网 皆七宝而成 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 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那么尊严那么好 所以也欢迎大家往生要是净土 东方流离净土 那如果修要是法门 而生于天上 天上是受乐的地方 享乐的地方 但是在佛教里讲 如果是一般的福报天 天福享尽以后 可能直接下剁三恶道 可能直接剁地狱 就像你的银行的钱很多 可是你一直提一直用 用光以后 你变成一毛钱都没有 你可能就流落街头 你可能当乞丐 就是变成这个穷光蛋 你天福享尽以后 在天上没有办法造福 修福修功德 就会剁恶趣 可是如果你是修要是法门的话 天上受尽还生人间 人间是善道 或者有可能称为伦王大国王 很有威德 很有力量的国王 捅射四大众福 威德自在 安利无量百千 众生于四善道 你是一个行十大 十善道的人 推行十善道的一个国王 十善道就是鼓励众生 身体不做杀生偷道邪义的事 口里不造作 兩舌恶口 妄语 妄语其语 这些恶 另外义就是信念 不要有贪嗔痴 少贪嗔痴 而且是很积极行善去造福众生 鼓励 享力 所有的国民都这样子做 那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净土是不是 一个非常和平 安乐 幸福的一个国度 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福报的 所以修钥匙法有这个好处 或者是可能生在差利利 就是帝王 将相阶级 或者婆罗门 就是在印度来讲 是最高社会阶级的人 或是大居士家 是一个望族 多饶财宝 仓库盈溢 形象端言 眷属 具足 聪明智慧 永健威猛 如大力士 身体很健康 力气很强 可以做很多事 要用呢 可以用呢 要用手 可以用身体 可以用身体 这就是很圆满的人生 另外有说到 我们如果有一些各种恶难的时候 必须要修钥匙法门 而且要放生修福 这一段经文 其实在别的内文里头 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说短短一部 钥匙间讲了三次放生 可见得放生真的很重要 而且钥匙法门是非常重 慈悲放众生的命 所以我特别独立出来 第四次要讲放生的问题 放生的事 另外这里有说到 如果能够修行钥匙法门 那你住的附近就不会有恨死的事情 也不会有一些恶鬼神来害你 即使害了以后 也是能够身心如故 也能够如故身心安乐 这个诸位菩萨也要相信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 陈瑟英菩萨我刚刚提过 他是一个由脑医学背景的催眠医师 他在台湾也帮了很多人 他的书上曾经有几个例子 有讲到 有的人犯了冤孽 得了一些怪病以后 是怎样子好的呢 就是诵经 就是佛教里面常说的那些 修行法门做一做 然后也这样做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 再回去以后 两三个月可能就完全复原 我举个例子来讲 有一个阿兵哥 年轻人他当兵的时候 他在晚上执勤战略兵交班的时候 突然就颠尖症发作 颠尖症发作很厉害 那几天以后他去看陈圣英医师 结果陈圣英医师问了说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那问他最近发生什么事 他说好像几天前 或者是当天把旺了 不是很清楚 有经过一个山上一个森林 看到一个骨灰瓶 那这个骨灰瓶看起来有点旧 那旁边有一个窟窿 有一个窟窟 一个头骨 一个头骨 他就好奇嘛 就去给他胖一下 不是一个窟窿 就是这个骨灰瓶 这个骨灰瓶他就去给他碰 碰了以后就碎了 就破了 他就拿了一片 一片碎片 就拿在手上看 结果他就看到有一个 他在催眠中就看到 这个骨灰瓶的旁边 有一个老人家 好像不太友善地看着他 意思是说 你放尊重一点 意思是这样子 就继续走 继续走 继续催眠 就看到 这个人在过去世 曾经跟这个阿丁克是祖孙关系 这个人曾经是他的阿公 那当他的孙子的时候 非常的调皮 非常爱捣蛋 那有一次他在他阿公睡午觉的时候 放火烧房子 把他的阿公活活烧死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那竟然这辈子在森林里 就又偶遇了 追到过去有这样子的因果 那这个阿公一直非常气 非常的放不下他这个孙子 把他烧死这样的事情 那从此以后他就犯颠间 他犯了一次颠间以后又持续发 就是发了几次 那陈圣英医师就跟他说 你要诵经 你要拜佛 你要做一些慈善救济的工作 这样子就可以化解 跟他的这一种圆结 在梦中就在催眠中就这样沟通 跟那个老人家就沟通好了 那同意就这样子做 两个月以后再回来 结果那个老人家就是身材飞扬 就是非常欢喜的样子 一气奉发那个样子 后来他就在追踪 这个人有没有在饭殿间 一段时间追踪就没有了 就好了 怎么化解呢 诵经 拜佛 还有做公益慈善 这是一个例子 有三个例子 在他的书上有三个这样的例子 有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也是这样好的 这是一个脑医学背景的医师 催眠医师他所说的 他所写的他的案例 他处理了病人的例子 可见的是很有效 对不对 那当然 因为我们在寺院里生活的人 这种事情是挺很多的 我们也常常教人家这样子做 那诸位菩萨如果学过久了 可能你自己的经验 或者是你身边的道友 试窘试解 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 或者是你看到的佛书 或是过去古代的一些因果书上 也是这样子讲 是很有效的 那当然这种时候 大概会送的就是 滴掌经 谱门瓶 钥匙经 最多 是不是 大概就是这样子 时间好像 就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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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